记者张义晨宜兰报道,需要我的地方就是家乡。 去年12月刚获得台湾身份证的意大利籍神父吕道南, 今晚6点40分在宜兰县罗东圣母医院与世长辞。 吕道南来台奉献超过57年,常年协助弱势族群, 被病友称为万英公,往生后将安葬在他奠基的家乡宜兰, 也为他在台奉献的足迹画下完美句点。 85岁的吕道南出生在意大利巴多巴省奇塔的大市, 从小就立下传道及医疗的志向。 13岁时,不顾父亲反对,执意进入修道院就读, 并且在25岁时尽夺神父。 1961年,28岁的吕道南奉天主教灵一会指派, 跨过半个地球来到台湾, 从此展开他超过40年的医疗传道工作。 吕道南最早派驻澎湖,为了融入当地生活, 对台语一窍不通的他努力学习, 担任惠民医院院长期间, 还将病床从25床扩充到60床, 为协助渔民推广渔业。 他重建码头,带助民众早景解决水资源问题。 1967年,吕道南到宜兰罗东圣母医院服务, 1973年还以40岁高龄, 放假手边工作重返意大利学医, 只为了给弱势民众更好的照顾。 罗东圣母医院说, 吕神父当时攻读的是人力最缺乏的小儿科, 四年后重返蓝阳地区行医, 并担任圣母医院第五任院长, 还成立基金会, 扩大医院规模, 协助贫困与重症族群, 成了病人口中的万因公, 热心助人, 深受民众扬赖, 也曾当选全国好人好事代表, 荣获第五届医疗奉献。 圣母医院说, 吕神父将一声奉献给台湾, 照顾无数病患, 尤其是贫困的弱势族群, 他自己异常节俭, 却对贫困病患非常慷慨, 经常解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 2000年时, 吕道南被诊断出罹患性上神经和麻痹症, 隔年虽返回意大利就医, 但他不舍台湾, 2004年再度返台定居, 去年获颁我国身份证, 当时以蓝县代理县长陈金德 曾到圣母医院亲自颁赠, 但当时他已因病重铸进加护病房, 无法亲领, 今天因病重不治, 于是长辞, 需要他的地方就是家乡。 罗东圣母医院说, 吕神父留给宜兰人的事无限的想念, 想念他的慈祥及对病人的体贴慈爱, 想念他的豁达勇敢, 想念他的窃行为典范。 圣母医院说, 智丧委员会定于6月17日星期日下午2点甲罗东圣母医院, 为旅到南神父举办殡葬弥撒, 往后他将安葬于广兴天主教公墓, 留在他心里奠记的家乡宜兰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。